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线线 那么宋慈嫿人神咒在整个修学守嫿人王三昧的过程当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有两个 第一个他可以使令我们修行者离主模式 因为在末法时代 妖魔鬼怪特别的多 魔强滑落 这个圣人已经慢慢减少了 所以这个魔强滑落 所以我们一个修行者 很容易受到魔境的干扰 所以你要经常持咒 来保护你自己 不受鬼神的障碍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还能够对峙习气 前面讲的魔境是外魔 这个地方是内魔 就是我们内心当中 有这种杀到淫忘 这种粗重的烦恼的种子 因为现行这部分 持戒可以对峙 但是种子这部分 持戒就没办法对峙了 所以你从持咒当中 会慢慢慢慢的 你会觉得 我持弄人之后以后 好像烦恼淡薄很多 是的 他本身就有这种效果 他会破坏你在阿勒也是当中 那种深层的烦恼种子 他有两种效果 破除内外的魔境 但是楝延咒在 线缩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 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 而每一个地方都是表发的 你必须从他的 升起的过程 你才可以知道 这个楝延咒 他的效果 为什么会这么大 其实他的过程是很重要 我们 看佛陀在讲楝延咒的时候 是有五个过程 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个 佛顶放光 看经文 耳食世尊 从肉脊中 永白保光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过程 这个耳食 就是阿勒尊者 正式起起你以后 佛陀是从什么地方放光 从肉脊中 这个肉脊 是佛的三十二相的第一个相 什么叫无见顶像 那么基本上 佛陀的头发是黑色的 但是在头发的中间 有一个红色吐出的地方 那个叫做肉脊 又叫做无见顶像 那么佛陀就从那个地方 放出白保所成的光明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两个地方 值得注意 第一个 它是从什么地方放光 从肉脊 我们可以知道 佛陀经常在演说 书圣法门的时候 都会先放光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从胸前的腕智 或者从手掌放光 顶多顶多 从白豪放光 那么从无见顶像放光的 就很少很少 因为这个是佛陀的 整个色身当中 是最为尊贵无上的地方 所以表示这个咒语 是特别的 无上尊贵 我们讲大佛顶 从佛陀的大佛顶放光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它放出什么光呢 它放出白保的光明 那么这个白保光明 偶尔大师解释说 这个地方是表示 我们这一念心 理记事照 两重的法界 我们内心当中 你要不动念头的时候 是一念无声的 但是无声的 清清清当的 本来记住 使法界的功能 这叫理记使法界 但是你一动念头以后 就落入四照法界 比方说你起了一个 菩提心的念头 就落入了菩萨法界 你起了一个贪真师 落入三二道法界 等等 那么在理记当中 每一个理记 又记住四照的十法界 所以十乘以十 就变成一百个法界 而这一个百个法界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修学当中 念念的回光缓照 正念真如 而放出了一种智慧的光明 这个光明指的是一种智慧的光明 就是空甲中智慧的光明 所以这个地方 偶一大师把它判作 是属于称性起修 也就是说在 依止一念心性 所升级的修德 这是第一个光明 我们在看光明 其实它这个地方 光明有两个光明 第一个是 释迦摩尼佛 就是硬化身佛所放的光明 第二个是 无为心佛所放的光明 有两种光明的 这两个光明最后是 互寒互涩的 这是第一种光明 这个是属于一种 智慧的修德 看第二个类像 光中献佛 光中涌出千叶宝连 有话如来作宝花中 这个光明指的是什么呢 是前面释迦摩尼佛的光明 那么在这个 白宝的光明当中 它涌出 就是献出一个 千叶的大宝莲花 在释迦摩尼佛的 白宝光明当中 献出千叶宝莲 而这个莲花当中 有一尊化火 这个化火古得解释 就是我们说的 无为的心佛 那么端坐在千叶宝年当中 那么这个千叶宝年 表示什么呢 千叶宝年就是说 前面的吕巨士兆 两重的法界 而每一个法界当中 都记足了实如是 都有他的各自的 染进了因果 他有的相性体力 做因缘果报 所以他这个 十乘以十一百 那么一百当中 又乘以十如是 就变成的千叶宝年 而整个一念的 十如是当中呢 整个千叶宝年当中 又做一尊化火 这个佛者绝也 就表示在一尊化火 就表示在整个 整个十法界因果当中呢 我们众生本来 记足诸佛的功能得用 所谓的三得秘藏 就是我们讲一念三千嘛 礼祭四召两重三千 那么两重三千当中 创造的百宝光明 百宝光明 每一个光明又记足了 十法界的因果实如是 千叶宝年 那么千叶宝年当中呢 每一个法界的因果呢 每一个众生 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都有佛性的功德 就这个如来 就做在那个千叶宝年当中 你看他第一 他献出一个第一的因果 他献出一个蚂蚁的因果 但是你不能忽略 这只蚂蚁 总有一天可以成佛 他在他的蚂蚁的 五印身心当中 有一种成佛的结性在 那个结性就是 那个如来就坐在 那个千叶宝年当中 所以这个地方又说明了 除了释迦如来的 应身佛以外 又出现了另外一尊佛 这个叫做化火 或者我们古人说是 无为心佛 顶放十道百宝光明 这个光明是谁放的呢 是那个佛陀的 所放出的光明当中的 千叶宝年中间的 无为心佛所放的 那个化火所放的 这个化火本身 又放出了十道的光明 百宝所在的光明 那么前面的光宗献佛 是偶尔大师把他判作 使因该果海 在众生的一念的 因地性当中 记住了如来的果德 这一段是 我主把他判作是 果策因缘 在众生一念的 清净节性当中 又记住了 死法界染进因果 所以我们的佛性 跟我们的众生性 是互寒互舍 所以你看我们一般人说 我们众生有烦恼 当然叫人性 但是烦恼中有菩提 人性中有佛性 佛性中又有人性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应该果海果策因缘 那光中献佛跟法佛放光 这两个都是在 全异显我们众生本具的信德 前面的释迦放光 释迦摩尼佛的光明是修德 释迦摩尼佛是修来的 你没有修怎么会有释迦摩尼佛 但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 这个你不用修嘛 那本来就记住的嘛 这叫信德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在讲咒之前 是放出两种光明 一种是 释迦摩尼佛的光明 修德的光明 一个是化佛的光明 就是信德的光明 再往下看 这两个光明会产生作用 一一光明 皆骗视线 食恒和煞 金刚秘机 寝山此处 骗心共见 那么一一光明 第一个光明 这个一指的是 释迦摩尼佛所放的光明 有就是我们一一教 起观 产生的空甲中的智慧 第二个一年是指的是 无为心佛的光明 就是我们众生 本具的佛性 那么我们在生起 一种观照的智慧 念念照常理 心心习幻成 我们在观察 我们的身心世界 我们经常问自己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的心本来是向外攀岩 五印的假象 这个时候慢慢慢慢 回光缓照 安住在 不生不灭的理性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回光缓照的时候 你会跟你内在的佛性 接触 就是你的智慧光明 跟你内在本具的 佛性的光明 两个会产生接触 我们讲趁性起修 但是又全修在性 修德又会去带动我们的信德 所以这个信修恶德 两种的光明 两个互寒互色 就创造了这种 十恒合杀 金刚秘籍 就产生一种金刚秘籍 这个金刚就是特别的坚固 它能够破坏一切的生灭 邪恶之法 其实这个地方的金刚秘籍 它本来的含义是指金刚战菩萨 因为金刚战菩萨 为什么叫秘籍呢 因为它外现护法身 内密菩萨行 所以叫秘籍 它把它的菩萨的功德 把它隐藏起来 献出怒目金刚的护法式像 叫金刚秘籍 那么它的表法是说 它会产生一种 破除邪恶 破除这种生灭的力量 也当然是从前面的信秀 两种光明的交互作用产生 那么这个金刚秘籍到底是破坏什么呢 寝山持处 那么它左手 这个金刚战菩萨 左手举着高山 右手举着这个保楚 那么寝山是表示 对峙外在的魔镜 也就是对峙鬼神障 持处是消灭内心的烦恼障 外面是对峙鬼神障 内里面是调伏我们烦恼的宗旨 所以寝山持处正式说明 持咒的功德 破除内外的魔障 而且这个力量是片息空戒 不管你哪一个法界的众生去持 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石横和杀 骗息空戒 是说明它这种功德 是骗司法戒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它整个持咒的效果 我们看大众 在听闻以后 它有什么样的心情 大众仰观为爱兼报 求佛爱佑 一心听佛 无见顶向 放瓜如来 先说神众 那么以后的大众呢 看到了 这种情况的心情呢 是既为有爱 为什么产生畏惧呢 因为任人咒 它是破障法门 所以任人咒的 你持起来的效果 是阳刚之气很重的 它是金刚密集的 所以以后大众看到 金刚杖菩萨 左手请山 右手持除 它被它的威德 所震撼 才有慰藉之心 一方面看到佛陀的放光 释迦摩尼佛放光 创造的化佛 化佛的光明 又进入释迦摩尼佛光明 这两种组合的光明呢 产生一种敬爱之心 所以它的心情是 威爱 坚报的 在这种 两种心情的交接之下呢 心中啊 祈求佛陀啊 哀敏庇佑 所以一心一意的 听佛陀啊 在无尽理相的化佛当中呢 来 宣说神众 那么在整个表法当中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欧伊大师也一再强调 就是说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亲自宣说 这个咒语呢 他一定要在头顶当中放出光明 光明当中在千叶宝莲 宝莲当中在创造另外一尊化佛 然后由这个化佛来宣说 我懂为什么不亲自宣说呢 因为 这个咒语 是一种 称性而起的咒语 因为无为心佛是指的众生本具 不假修德 我们知道 任云座被封为咒宗之王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咒语 都是佛菩萨的本宴意创造出来 好 既然讲菩萨的愿意 那是有所造作 佛菩萨一定要动念头 要动念头才能够花月吗 才能把这个咒创造出来 所以这个是有为法 有为主法 但是任云座不是释迦摩尼佛动念头 是释迦摩尼佛头底放光以后 创造一个无为心佛 是无为心佛先说的 所以这个任云座呢 是密前众生的 心性的道理 所以这个地方正是说明 任云座的书圣 因为它是无为心佛先说的 是众生本具 诸佛所认的一念心性的自信功德 自然流露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后面的功德是 如此的广大 因为它是自信的流露 自信的流露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从标法当中 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好 我们来看咒语 那么咒语 在整个经文当中呢 是五种不翻 秘密不翻 它是不能欢译的 不能欢译 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 它的道理 在天台字的大师的 这个 论述当中呢 他说啊 咒啊 有四种的含义 虽然秘密不翻 但是它 含有四种意思 第一个 咒语是佛菩萨 跟鬼王的 圣号 所以你的心跟这个咒语接触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种降服鬼神的一种力量 因为你 仰仗佛菩萨的威德 仰仗鬼王的威德啊 那其他的鬼神不敢干扰你 那这样子解释呢 属于欢喜意 第二个 咒语是经中的秘密 你看我们在经中啊 你要去一个 经队里面啊 他那个 旁边的卫兵呢 会告诉你 口号 你要练错了 就不能进去了 你的口令要正确了 你才能够进去 精灵当中 去受用精灵里面的 种种的保护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咒语是相应于佛菩萨的功德 你 我们很难进入佛菩萨的功德吗 那你中间必须要有个口令 你才能够引导我们的心啊 这样集中身心头大绝海 所以咒语呢 是一种 佛菩萨一种秘密的 一种 秘密 那么这样子解释呢 是深善意 他有深善的效果 你能够进入佛菩萨的功德 当然我们的菩提心啊 智慧的善根都能够增长 第三 咒语他能够秘密的遮止恶法的生起 我们前面说过 你要是持咒的人啊 持久的烦恼会淡薄 因为他这个咒语啊 他能够深入到你的心中 他放出光明啊 把我们烦恼的种子慢慢慢慢把它破坏掉 而且他破坏呢 是秘密的 你感觉不出来 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的 那么这样讲呢 是从破恶 欢喜身上破恶 从破恶的效果来说 第四个 咒语呢 是诸佛秘密的语言 他冥冥当中呢 会开显我们心性的妙礼 国律大师说 持咒啊 持嫩淫咒叫做 不失忆的心形 这句话讲得好 你看我们在修止观 当然要信尸口译嘛 你要思维我们的身心世界 是大海当中碰到了石头 创造一个水泡 这是一个假象 水泡没有了 又创造另外一个水泡 那当然是失忆计嘛 我们修止观是要失忆嘛 心思口译嘛 但是你持咒 你只是专心听咒语的声音 你也可以开显你智慧的善根 这个叫做不失忆心形 你没有在心思口译 但是也冥冥当中啊 以你啊趋向于无为的不生命的真理 所以这个是德大师说 这个咒有欢喜深善泼入礼 是种的道理 那么在这个 在当中呢 这个咒语啊 我们讲那名咒 总共有四百二十七个句子 那么在北宋的 有一个怀音中的大德啊 叫做藏水大师 这位大师呢 他一生当中啊 是专门研究华言经跟嫩言经的 他被当时的皇帝啊 把他封为嫩言大师 他可以说是对嫩言经有很深入研究 他做一个藏水书 在藏水书当中呢 他解释啊 说这个嫩言咒啊 在那个探子他 我们换到两百零四页 两百零四页的最后一行 的最上面一个句子 叫探子他 探子他 这以前啊 藏水大师解释呢 他只是一种对三宝的 规境的意思 也就是说前面只是一个 前方辩 他认为啊 真正的咒语的内涵 是从奥开始 以下的八句到 说哈 总共是八句 所以他把这个地方 判作嫩言咒的咒型 我们过去在佛学院呢 我们的教务主任 会工长老 他的说法跟藏水大师是一样的 他也认为说是 从奥开始到说法是 嫩言咒型 也就是整个嫩言咒 灭二生善入离的效果 是从这个地方启动 陶老人家的看法 跟藏水大师的看法 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咒语 练三遍 因为我这个练法 也是跟慧老师学的 他是跟密宗的上师学的 因为密宗的这个 那个言咒叫大白散盖 密前十项 我们整个咒没办法 没有时间练 把这个咒语练三遍 大家请合掌 arm-on-li p42 p technologies on-li pActi om-on-li patives recepci 其他咒语练兵 华ish in 那么我们在念念当中 每一个咒语都能够产生 欢喜身上破入理 产生一种不失意的欣喜 虽然我们没有修止观 但是等同修止观的效果是一样 好我们看溃厄的 述功德欠使 那么如来先说神咒以后 他自己就叙述 任言咒的功德而且普欠华会的大众 以及末华众生应当要 如法德来修持 这个地方分两段 第一段显果上自行化道的功德 第二段是明因人 灭额身上的功德 先讲佛陀 持咒以后会有什么样的 自行化道的功德 再看因地的菩萨 有什么灭额身上的效果 先看十方如来 在依止神咒产生的自行化道的功德 这当中分三段 一 总明二 别显三 总结 先看总明 阿兰是佛顶光具 西丹多巴达南 秘密切头为妙张具 出身十方 一切诸佛 这段是一个总说 佛陀称呼的阿兰说 这个任言咒 它是从什么地方来 是佛顶光具 这个佛顶光具 是佛的头顶 放出百宝光明 由百宝光明当中出现千叶宝莲 再由千叶宝莲当中产生化火线索 那么这个咒的名字叫做 斯丹多巴达南 也就是我们应该加上摩恩会比较圆满 摩斯丹多巴达南表示 大白散盖 大表示离珠对待 是我们心性的体大 白是解读成染 是向大 那么这个散盖 就表示这个覆盖众生 它能够保护修行者 用大 那么秘密 就是说它能够密权 我们的如来葬姓 且陀是祭送的意思 唯妙张具 它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音声都记足了 不可思议的功德 而每一个句子当中 什么叫不可思议的功德 它能够出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十方诸佛如来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解释 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 从理观上来说 十方诸佛 它依止的心性是一致的 因为它每一个咒语 都能够秘密的开显我们心性的道理 帮助我们的理观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从事修上来说 它有破除障碍的效果 十方诸佛都仰仗止咒 而产生破恶身上 所以它这个有理有事 叫做出身十方 一切诸佛的功德 那这是总明 但是偶尔大师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前面理观说的 整个守那眼王上面 是十方佛千环一路念盘门 但是前面只是骗着 从险教的角度来说 依止文字来文师修的险教 那么这个地方是从密教 从不可思议的欣喜来说的 他能够出身十方一切诸佛 我们看别显 别显当中有一个总标 再看别名 看总标 十方如来 因此奏心得成无上正片之解 这是讲到 十方三世一切如来 在因地的时候 都因为颂时嫩言神众 因为颂年神众 他能够秘密的开显我们的心性 而且他能够破除一切的内外的魔障 所以十方如来 才能够很顺利的成就 无上的正片之解 这个正指的是实质 就是观察作法的总相 我们讲我空法空的智慧 这个片是前世观察 颜己的差别项 也就是说 十方诸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呢 其实他们是那么严重 一方面开显他内心的真理 一方面破除内外的障碍 所以他能够成佛 那么这以下别名当中有七段的妙用 先看第一个降魔 十方如来 此此咒心 降伏诸魔 此足外道 那么成佛的过程当中 肯定要降魔 所以十方如来是 此此咒心 降伏四种魔镜 烦恼魔 五印魔 天魔死魔 而且能够调伏 种种邪剑的外道 外道当然主要是断肠恶剑 断肠恶剑的干扰 他能够降伏魔道 诸佛为什么凭什么降魔呢 就是仰仗这个咒的力量 看第二段 十方如来 趁此咒心 做宝天花 印为成果 十方如来 含此咒心 以为成果 转大宝论 成佛以后 当然主要的目的是 说法 演说妙法 那么这地方有两段 说法当然要献身 你不能用法身来说法 法身无形象 他不能说法 所以十方如来 是依此咒心 才能够坐着七宝莲花 向印尼十方的围城国土 做种种的献身 有时候献诸 杖六比丘相 有时候献诸基丝相 有各式各样的相状 献身 第二个 我们讲说法 当然献身目的是要说法的 十方如来 寒色这个咒心 这个寒死咒心 就是他 我们一般说 对外线缩 叫土 土出来 那么他是把这个咒影 放在心中 秘密而不宣缩 叫做寒 那么寒死咒心 在围城国土当中 大转四地法论 开显 世间的因果 跟初世间的因果 引导众生能够仿望归真 这个是 都是仰仗这个咒的力量 说法 包括献身跟说法 看下一段 十方如来 指使咒心 能以十方 摸顶受祭 治国未成 亦以十方 蒙佛受祭 那么十方如来 他呢 也是因为 指使己咒心的关系 能够为诸菩萨来摸顶受祭 那么假设 这个自己 还是在因为的菩萨 他送此神咒 能够蒙十方 世界的这个诸佛 来受祭 这个受祭 指的是 成佛之祭 我们一个人到的正定句 法身以上 佛陀才会受祭 比方说 你现在遇到释迦摩尼佛 你问释迦摩尼佛说 你会不会往生 释迦摩尼佛答案只有一个 保持默然 因为他怎么知道呢 你现在是一个不定句的众生 譬如空中的乙毛 你打完佛气的时候 正念很强 但是你明天 随时会造恶业 所以佛陀 不为凡夫讲任何话的 不敢为凡夫做任何的一言 因为你的变数太大 就算你明天往生的话 都不敢 都说不准 所以佛法 你的思想占百分之五十 所以佛陀只为 入了法身人的授记 因为这个人 他的生命决定了 那么十方诸佛在为众生说法之前 众生有很多痛苦 你要帮他解决吗 那怎么解决呢 依此咒心 十方诸佛要为众生 拔除痛苦之前 他是仰仗这个咒心 他能够到十方世界 来拔记众生 种种的痛苦 这个地方拔记勤苦 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众生自己没办法持咒 佛陀就持咒为他加持 第二个 这个众生善根成熟的 自己可以受死 佛陀就把这个咒语传授给他 让他自己持咒 自己拔记自己的勤苦 这个良辰意思 那么拔记什么痛苦呢 第一恶鬼畜生 这个山土的痛苦 盲龙阴牙 盲就是瞎子 龙子 还有亚巴 这个是巴难 巴难之一 因为你这个盲龙阴牙 六根不记足 对这个修学佛法产生障碍 所以我们持愣言之后 你能够快速的 远离这种不好的国报 障道的国报 厌真会苦 厌家相聚 厌家相聚 这个是很痛苦的 彼此都是不欢喜的人 在一起是很痛苦的 爱别离苦 这个夫妻母子的恩爱 要别离的时候的痛苦 你这种 内心的苦恼 特别厉害的时候 真的放不下的时候 此嫩言之后 那个痛苦就慢慢消灭掉 求不得苦 我们心中对什么东西 很希望能够得到 结果却没有得到 那种痛苦 你此嫩言之后 也可以把那个痛苦消灭掉 五蝴赤胜苦 五蝴赤胜呢 包括射身的老病死 也包括内心的身处一灭 那种身心世界那种 刹挪刹挪的变化 刹挪刹挪的躁动不安 好像那个起火燃烧的黄纸一样 我们常说 四日已过 命令水减 如少水 以事有何乐 那个身心世界 如火燃烧的那种痛苦 有些人感受很强烈的 无常之火的燃烧 那怎么办呢 此嫩言之后 此嫩言之后 你的心就安定下来 大小诸恒同时解脱 你比方说 你给人家算命 有一些恒灾会出现 什么叫恒灾呢 就是指的意外的灾难 比方说 鬼神所伤 比方说 被毒蛇所咬 比方说 堕落贤癌等等 那么这种障碍 你承认之后 都能够解脱 盗贼之难 这个大家清楚了 这个刀兵之难 就是说 你本来应该要遇到战争的 那么你能够 此作的关系 远离战争的灾难 亡难 就是有前世的 俄国王的逼迫 异难就是劳逸之灾 有种种的官司缠身 此嫩言之后 冥冥当中 我们讲 不失一心 不失一变 就能够化解 风火水难 有大风所吹 你坐飞机的时候 有这个风吹 或者是火灾 水灾等等 都能够持咒 能够化解 饥渴贫穷 你堕落到饥饿口渴 这种贫穷的痛苦 此嫩言之后 能够使你脱离贫穷的痛苦 总而言之 应念消散 受此嫩言之后 都能够当下消灭 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十方如来之所以产生拔剂痛苦的力量 来自于受此嫩言之中 看供阳 十方如来 随此咒心 能以十方 事善之事 事为宜中 供阳如意 横杀如来 慧中 推为大皇王子 这个地方供阳指的是 护持正法 佛陀出世 主要是宣说佛法 所以他要护持正法 这当中外户跟内户 外户就是说 佛陀到其他的世界去 那么去护持其他诸佛来 转大法文 他本身献出的不是佛生 是献出菩萨生 那么十方如来 是随顺此咒心的力量 到了十方世界 去侍奉这种 祭足正知正见 有方便力的大善之事 大善之事 他能够弘扬正法 开启众生心中的智慧 有这种善巧 所以他能够在行著作国当中 供养善之事 使令善之事 能够久眼的注视 来弘扬佛法 这个是做外户 第二个 他自己弘扬佛法 内户 他能够在 和河沙的如来的法会当中 能够帮助诸佛转道保轮 那么做法王子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正是说明佛陀的 他没有献佛生 他献法王子生 献这个姬世生 来扶持正法 这个是佛陀 仰仗奏力 我们讲倒架慈航 捧门示现 这叫供养 看射兽 十方如来 行止咒心 能以十方 射兽轻音 宁诸小镇 闻秘密帐 不神经部 那么这个射兽呢 指的是射兽众生 十方如来 依止咒心 到十方世界当中 去射兽轻音 就是射兽过去当中 跟自己有言的众神 这个人是你的亲属 等等 那么其中呢 这些亲属 有些人是小乘根基的 小乘根基的 他听到这个秘密帐 这个大乘的 严顿的 独来藏妙 真如性的道理 这个可以使得 他不生经部 我为大师说 他为什么不生经部 这个佛陀 仰仗 咒心的 持咒的力量 能够为食施犬 他是小乘根基的 就为他所小乘法 这种善巧方便 最后一个 言满清净的功德 十方诸来 诵持咒心 诚无上觉 做菩提树 入大涅槃 十方诸来 传持咒心 一灭度后 赴佛法事 就近住持 严禁戒力 习得清净 这个地方是总结 整个十方诸佛 仰仗咒心所成就的 智力 根底他的功德 先看智力的功德 十方诸来 因为诵炼这个持咒的力量 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能够安坐菩提树 乃至于完成一起的教化 最后入大波涅槃 也就是说 佛陀为什么能够从法身 而从空出甲 产生硬化身 仰仗咒语的力量 这是第一个 当然这个地方 理官的成分多了 这个是讲到 师弟的功德 其次 十方诸来 传授这个咒心 传授就是释放出来 佛陀传给 初祖 加塞尊者 加塞尊者传给阿难尊者 辗转相传 那么在灭渡之后 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父佛法式 把这个佛法的 信地法门 我们讲以心应心 传给 这个祖师 代代相传 教法的洪传 第二个 戒法的洪传 戒法的注释 使令三宝 能够就近注释 因为 三宝的注释 要仰赖身宝 佛法二宝 赖身洪传 你看佛陀 末法时代 只剩下佛像 法宝 只剩下经典 那必须要有一个人 就是身宝 来注释 那么身宝 要仰仗 戒力的 奢侈 身宝才能够注释 严持境界 使令身口 一清清 使令身宝的注释 乃至于三宝的注释 而 整个戒法 跟教法的注释 都是因为有 咒语的力量 来保护 使令这个佛陀的法 能够代代相传 也就是说 十方诸佛 在一念的 不生不灭的 长极光的法身当中 能够从空出甲 到十方世界 度化众生 完全是因为 摄持咒的力量 才能够承办这种佛事 我们看丑三的总结 若我说是 佛顶光聚 不断难受 从淡字幕 因身相连 字迹中间 亦不重叠 仅恒沙结 终不仁静 一说此咒 命如来定 那么佛陀把这个前面的 自立力 他的工作总结 说假若我释迦如来 那么 来先说这个 从佛顶放光 所先做这个 摩布达拿神咒 所谓大白散盖咒 从早上 清晨到夜晚 一直先说 而且阴神又不能够重叠 讲完了以后 就不能再讲了 不能有重叠 事迹当中不能重叠 而且阴神又不能间断 阴神不能休息 事迹不能重叠 经过恒河沙的时间 也不能穷尽的 说明这个咒的功德 那么简单的说 这个咒叫做如来定 是十方诸佛 最顶的那个地方 无上尊归的一个咒语 这个 所谓的金横沙节 终不能进 这个功德不能穷尽 欧益大师倒是有 比较清楚的说明 说什么叫功德不能穷尽 从两方面来说 从理官来说 因为这个咒语 他密钱你的心性 你看你一个实骤人 你白天时晚上时慢慢慢慢的 你觉得你的心比较不会向外攀岩 他会慢慢慢慢的产生一种 欧益大师说的 不思议的欣喜 你明明没有修始观 等同修始观 因为他密钱实相 这个心性的功德哪有穷尽啊 你想想看 从理官来说 心性的庙里不可穷尽 所以功德不可穷尽 这是第一个 因为他密钱实相 第二个 从世修上来说 这个咒语 它本身有 灭恶生三的效果 拔除你的痛苦 破除种种的鬼神障 这种也是没有穷尽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没有穷尽的 这比较说一般鬼神 连鬼王都不怕的 因为你那个鬼王的咒语 是从妄想创造出来的 如来 这个嫩言神咒 是从佛陀的 一念的如来藏性 所流露出来的 那当然不同 当然是不可穷尽 不管耶里耶事都不可穷尽 不过这个地方的不可穷尽 是以佛来受词来说的 众生来受词 当然效果会打折扣 但是还是能够得到少分的功德 这个地方讲不能穷尽 是指佛陀果地的妙用来说的 那是以菩萨的因地的灭恶生善 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 好 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不再来日回向